我采访的是Rookie选手 先给大家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IGOI的选手Rookie 好 欢迎Rookie选手 今天的这场比赛赢下来 也不算是特别的一个轻松吧 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因为对面的RW是有两位小将 其实都是之前IGOI的选手嘛 你们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 今天跟他们去对线或者说去打 然后感觉怎么样呢 整体来说还是 蛮有意思的吧 然后就是跟他们关系还不错嘛 然后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 玩着感觉的样子 然后就打出来之后 我第二局就是死太多了 就有点 有点难受 稍微对自己的发挥 今天不算特别的满意 那在第一局的时候 对面是描索下了青钢影家 加里奥这个组合 可能是来针对纳尔的嘛 但是你们好像第一局处理的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卡牌打加里奥 就是只要面路玩得不错的话 就好像发挥空间比较多 而且作用也比加里奥大一点 然后第一局好像 我边路打得都挺好的 我就看见我发挥 就作用比加里奥大一点 所以就才赢下来 但同样是第二局 他们也选出了加里奥 同时你也是卡牌去兑现的嘛 但是好像对面转换了自己的一个战术和思路 是通过野斧的不停地游走到中路 来抓死了你三波 是出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的 自己脑残 有点 对 就好像因为第二局就是 就我就电脑有点问题 然后就是重开了嘛 然后就感觉就是那个时候战停太久了 就整个人都有点就是懵逼 然后就没打好 然后从前期开始一直到 就从头到尾一直在很混乱的状态 就挺不好意思的队友 但是第二局还是非常 应该说很快地赢了下来 就是在一波小龙团之后 当时你们可能在局面上看起来 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 但是还是在一直求团嘛 并且通过小龙团之后 就突然就赢得了这场比赛 对 第二把我属于就是救爱人 就完全跟胜负这个结果 是跟完全没关系的 所以就是跟着队友混一下嘛 然后大家觉得打团都能打 然后行 我跟你们混一下 然后再混一下真赢了 也给到了队友比较好的一个评价 包括薰和Wink也是刚刚加入了IG嘛 就觉得跟他们的配合怎么样 因为平时听以前的IG的麦克风 可能是稍微比较安静地打团的时候 但是现在都是 大家都是噼里啪啦 不停地说话的类型 是不是热闹了起来 感觉他们说话过于多 就 开玩笑 开玩笑 就好像大家都就是 性格都蛮好的 然后就不停地说话 就导致让我们整个队友的气氛 就是变得越来越激情 然后就我们打的时候 不管输不管是瘾 不管是练习 不管是优势 好像大家都能说出来东西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效果也蛮好的 所以你们可以稍微 少一点说话 也是比较 交流越来越多的话 也会打得越来越好 那最近的话 包括Wink在采访里面也说了 对宋一静的评价是慈祥 还有很多其他队的选手 也评价你老父亲 我们的粉丝们也非常有才 也说出了 慈父手中线这个梗 可能Rookie不太懂 就是中国的诗句 但是就是 可能就评价你 都是慈父的类型 老父亲的类型 对于这个评价 你自己怎么看呢 你都说了我听不懂了 你还要让我解释 是什么意思 就是粉丝们 选手们评价你是老父亲 谢谢 谢谢 我查一下是什么意思 可能对于中国的这个文化 还要再学习一下 那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下一场 要面对到FUN PLUS了嘛 也是一个素题了 那对于下一场比赛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应该会有 很惊吓的一场比赛 因为好像 我们跟FUN FUN的远分 也蛮久了 好像好几年了 然后就他们 重新加入了牛国的选手 因为打得下应该挺好看的 然后我们就跟打东西 我们也是差不多感觉嘛 然后应该 大家都是看得很爽的 一场比赛 希望那个时候 大家都看一下 好的 也是一起期待 下一场 IG对阵FUN PLUS的比赛 谢谢如今选手 来到我们 三五彩虹的环节 让我们把镜头 交换给解说 谢谢如今选手